徐向前是我国的十大开国元帅之一 他长期担任着国家以及军队中的重要领导职务 因为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 徐向前一直备受人们尊敬 他作为曾经参与过诸多战役战斗的优秀军事指挥人员 在战争时期受了不少伤 而这些旧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徐向前的工作与生活 徐向前在与伤病做斗争的时候 也会回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诸多危险时刻 在提到骑马家军和西路军的时候 徐向前元帅直言 敌人骑兵多运动快 可以说当时西路军的处境非常艰难 那么这里我们不妨来简单了解一下 西路军西征时和马家军之间的斗争情况 1936年10月 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 这让蒋洁石感到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从10月20日开始 蒋洁石陆续调集了十多个师前去攻打红军 那时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匮乏 与国军之间展开正面对抗 非常不利于红军发展 于是中央军委提出 让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 剩下的部队集中阻止进犯的国军部队 但是在与国军部队周旋的过程中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 提前调离了红四红三十一军 这就导致红军此次针对国军展开的战役计划 以失败而告终 等到11月的时候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 表示当前部队所在的位置环境恶劣 大部队根本无法久停 在这种情况下 河西部队决定向鼓浪梁州方向进行 11月5日 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 要求部队继续沿着鼓浪梁州方向前进 并以消灭马步方步为主要任务 而当时负责指挥河西部队的 便是陈长浩和徐向前 他们分别担任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职务 从这之后西路军便一直在甘西北地区 与马家军进行着艰苦而英勇的战斗 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战斗之后 西路军共击毙伤辅马家军约2.5万人 然而因为西路军本身的硬件条件很差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路军逐渐录入颓势 并在甘西北地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 据了解 最开始西路军大部队足足有2万多人 但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 西路军余部经布满3000人 1937年3月14日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 让陈长浩和徐向前离队 以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 而对于自己最终与陈长浩一起离队的选择 徐向前也一直耿耿于怀 徐向前离开之后 剩下的西路军部队便由李先念统一指挥 为了避免目标太大而暴露 剩下的西路军分两路退入麒连山进行游击活动 后来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尚存的西路军才陆陆续续回到陕西延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中央军委一直在想办法接应和挽救西路军 但马家军的存在导致很多接应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不得不说当时的马家军和西路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甘西北地区较为偏僻空旷 这就给马家军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再加上马家军在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骑兵建设 其完全可以在有战事的时候进行快速机动 也正是因为如此 蒋介石当时非常放心的将围剿西路军的任务交给了马家军 事实上对比其他的红军部队而言 西路军的整体机动力也非常强悍 但不管战士们的行军速度到底有多快 队上装备着精兵两码的马家军时还是有些无所适从 据有关资料显示 为了成功围剿西路军 马家军出动了三万多精兵和一万三千多匹战马 除此以外还投入了两个炮团 前文我们有提到 红军西路军最开始有两万多兵力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在这两万多人中 机关、医院、伤病员和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 就是说当时只有一万多人有足够的战斗力与敌人抗衡 且最糟糕的是 西路军在河西征战的过程中很难得到后勤不济 这些都导致西路军在河西战场上伤亡惨重 等到西路军深入干西北之后 马家军干脆切断了绝大多数红军西路军的补给线 然后像猫带耗子一样出动骑兵伪追西路军 徐向前在回忆这段过往时表示 敌人骑兵多运动快 时任西路军科场的勤机委将军也回忆称 我们辛辛苦苦走了一夜 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 可是敌人骑兵用不了两个钟头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 西路军和马家军斗争的这段历史满是残酷和血腥 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 西路军西征曾一度鲜少有人提及 直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西路军 虽然受到当时战斗的影响和西路军有关的史料很少 但是凭借现存的可查阅资料 人们还是总结出了西路军当时会失败的几大原因 曾统一指挥过西路军余部的李仙念认为 西路军当时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 河西走廊地带辖场 保债众夺 没有重武器的西路军很难占据进攻优势 二 马家军反动势力对当地百姓的控制非常严 西路军在短时间内很难争取到群众支持 三 马家军骑兵众多 机动性远超西路军 西路军很难和马家军形成抗衡 甚至是压制之势 四 西路军无法获取后勤补给 在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之下 只能消耗自身所有 当然了 除开李仙念总结的这些原因以外 西路军本身的领导层也存在一定问题 当时进入河西战场的时候 西路军领导层对敌人的力量了解不够透彻 再加上大家忽略了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艰难程度 这些都导致西路军在深入河西战场之后迅速失去了作战优势 据李仙念回忆 当时在到达陵高地区之前 西路军总是在讲形势一片大好 敌人已经基本被击溃 对此徐向前也曾提出过意义 他认为这样的估计很不准确 只不过在陈长浩的坚持下 并没有多少人赞同徐向前的观点 而等到后来 大部队又因为各种原因分散成了几部分 这就导致西路军在与马家军对战的时候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总而言之 导致西路军吸征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我们在为西路军吸征结果而感到遗憾的同时 也要对西路军部队在吸征过程中坚韧和不畏牺牲的精神表示肯定 如今当人们去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 不少人会对西路军指挥员表示不满 可是当我们脱离开上帝视角之后 未尝可以保证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 革命先辈们其实进行过很多尝试 而在尝试的过程中 没有人能够保证尝试的绝对正确性 一旦出现一点疏漏 先辈们就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代价 现如今我们可以过上安稳而幸福的生活 得益于先辈们敢于尝试不畏牺牲的坚持 西路军的牺牲和失败令人惋惜 但是每一名西路军战士有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缅怀